今天为大家讲解超高频RFID中间件 主要从RFID软件部分 中间件基本概念 RFID中间件系统功能 主要中间件产品四部分讲起 先来看一下软件部分 RFID软件系统可分为如下四类 前端软件、中间件软件、后端软件、其他软件 前端软件包括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系统演示软件 驱动软件、接口软件、集成商或者客户自身开发的RFID前端操作软件 中间件软件为实现采集的信号的后台的传递与分发而开发的中间件 后端软件是处理这些采集的信息的后台应用软件和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其他软件则指开发平台或者为模拟其系统性能而开发的仿真软件等 RFID前端软件具有读写功能、防碰撞功能、安全功能、减纠错功能 读功能就是从电子标签中读取数据 写功能就是将数据写入电子标签 防碰撞功能是因为很多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有多个电子标签 同时进入读写器的读取区域 要求同时识别和传输数据 所以前端软件应具有防碰撞功能 安全功能是为了确保电子标签和读写器双向数据交换通信的安全 减纠错功能主要是为了避免和减少 由于使用无线方式传输数据很容易被干扰 使接收到的数据产生畸变 从而导致传输出错的情况 RFID后端软件包括RFID系统管理、电子标签管理、数据分析和存储 RFID系统管理主要是针对系统设置 以及系统用户的信息和权限 电子标签管理 在数据库中管理电子标签序列号和每个物品对应的序号和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芯片内记录的详细信息等 完成数据库内所有电子标签的信息更新 数据分析和存储 对整个系统内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生成相关报表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 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中间键的基本概念 中间键 Middleware 是基础软件的一大类 属于可复用的软件范畴 顾名思义 中间键处于操作系统软件和用户应用软件的中间 中间键在操作系统、网络和数据库之上 应用软件的下层 总的作用是为处于自己上层的应用软件提供运行与开发的环境 帮助用户灵活、高效的开发和集成复杂的应用软件 RFID中间键是用来加工和处理来自读写器所有信息和事件流的软件 是连接读写器和企业应用的纽带 使用中间键提供一组通用的应用程序接口API 即能连到RFID读写器读取RFID标签数据 它主要对标签数据进行过滤、分组和计数 以减少发网信息网络系统的数据量 并防止错误识读、多读信息 那么如何将现有的系统与新的RFID读写器连接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用户、应用系统与硬件接口的问题 在RFID应用中,通透性是整个应用的关键 正确地抓取数据、确保数据读取的可靠性 以及有效地将数据传送到后端系统 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数据过滤和收集 去除阅读器产生的冗余、错误的标签数据 生成报告时,指上传关心的数据 这里所说的冗余是指读取同一个标签多次 错误的指换向标签数据 上传关心的数据,比如只关心 互存的某牌子的笔记本的数据 RFID基础设施管理 典型的企业级应用 需要管理成百上千的阅读器 RFID中间件提供对其进行配置管理 实时监控阅读器的状态 在了解中间件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RFID中间件系统的功能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RFID中间件的总架构 就是在RFID应用系统架构中的中间两层 即边缘层和集成层 这里的EPC即指产品电子代码管理中心 ONS则为本地对象命名服务 EPCIS指电子产品码信息服务 RFID即为无线射频识别 RFID中间件由 实读器、适配器、事件管理器 应用程序接口三部分组成 实读适配器作用是提供实读器接口 事件管理器作用是过滤事件 应用程序接口则提供一个基于标准的服务接口 RFID中间件在实际应用中 完成数据的处理、传递和对读写器的管理等功能 用来监测RFID设备及其工作状态 管理和处理电子标签和读写器之间的数据流 以及提供RFID设备和主机的接口 简单来讲就是完成对数据标签的读写 对数据过滤和聚集 以及RFID数据的分发 确保数据的安全 RFID中间件系统各个模块功能如下 设备驱动适配 设备驱动适配的主要功能 是将各个读写器厂商不同型号 版本的读写器接口 适配成对事件处理引擎统一的接口 事件处理引擎 对读写器上报的标签数据 和读写器事件进行过滤、分组、合成等操作 以便满足EPC-IS捕获应用的需要 规则引擎处理来自EPC-IS捕获应用的规则 并将事件处理引擎处理后的信息 以标准的ALE接口上报给EPC-IS捕获应用 规则库 用于对EPC-IS捕获的应用设置的规则 进行持久化 以便在RFID系统重新启动时 及时加载已经设置成功的事件规则 接下来介绍RFID主要中间件产品 如SIMBO MATRIX读写器 ZEBRA读写器 INTERMAC读写器等 其中,国外中间件产品主要有 RBM RFID中间件 IBM WebSphere RFID ORACO RFID中间件 ORACO RFID 等 FID B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